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这个女儿啊 你这个妹妹啊 经常会突然之间发脾气 明白吗 平时好像不发脾气的 突然之间会不开心的 我告诉你 她对生活当中很多都不满意的 她就是传精神病三十年了 我告诉你 我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 一个老太太 对不对 这个老太太就是她生精神病的根源 这个老太太在她身上就是精神病 就是控制着她的脑子 所以她经常会自言自语 明白了吗 明白 没有关系 要给她念的 要 至少要一千张小康子 这一千张吗 对 去年看过是两千张 再念 如果不走 一直要念 念到她好 我想问你 你现在念了多少张了 五百多张 五百多张 有没有一点点进步 开始的时候应该是有进步的 后来不是怎么回事 那就很简单了 小房子有问题了 小房子有问题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小房子要好好念 好吧 因为我妹妹是12个月生了 就是有没有跟她这个进步上 我是需要调整的 因为上次在马来西亚 我没说到这个问题 她是我妈妈怀胎12个月生了 十月怀胎 如果这个孩子 十二个月的话 这个孩子一般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不大愿意投胎 不大愿意投胎的小孩子 一般的都是业障比较重的 明白了吗 所以晚出来的孩子过去说很笨 早出来的孩子说聪明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吗 所以她12个月 这个孩子自伤一定受到问题 再加上她的外婆 在她身上 她所以很容易得精神病 现在你赶紧给她念 什么都不要问了 多念 小黄子一定会好的 太少了 五百张太少了 好吧 太少了 台长我想问一下 她的精神是不是应该怎么样 叫她心经念四十九遍 大悲众二十七遍 礼佛念五遍 三遍 就可以了 其他朋友 极其重要的念 不要 王胜座也不要念 王胜座也不要念 49遍 王胜座再念四十九遍 49遍 萧灾即强要不要念 萧灾是吧 萧灾即强 萧灾即强神奏念 萧灾念四十九遍 好 现在呢 好吧 极其作物改为 那个萧灾即强神奏 对 对 对 就可以了 好不好 谢谢 好 起来吧